各位主内的兄弟姊妹,欢迎你加入我们天主教教会大家庭,根据天主教教理,我们所讲的教会就是指天主以圣言所召集的会众,被天主邀请的会众透过信德以及洗礼,承接旧约时代蒙照的以色列选文,成为新约时代的天主子民。 马途福音第28章第19节记载,耶稣升天之前吩咐门徒这样说,你们要使万民成为门徒,恩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给他们受使,教训他们,遵守我所吩咐你们的一切。 正恩着耶稣这一个的祝福,教会就肩负起一个清晰的使命,就是要继承耶稣再世的功成,宣扬基督的救恩,以及天国的喜讯,使天主的神国淋宴于世。 我们的教会是自一、自圣、自公从中途传下来的教会,它有普世的特性。 普世教会最高的目者就是教宗,教宗是主基督在世有形可见的代表,教宗亦都是中途之首、圣伯多禄的继承人, 以及全体天主子民的精神领袖,以及团结共荣的标记。 当今教宗是方济,来自阿根廷,是一位耶稣会会士。 教宗方济在2013年3月13日,当选为天主教会第266任的教宗。 另外,教会亦都有一位荣优教宗,本督十六世,他在2005年4月19日, 至到2013年2月28日期间,出任教宗,为期大约8年左右。 我们的教廷,坐立于梵蒂岗,而教廷就肩负起, 协助教宗揣利全球天主教会,教务的重集。 今天,全球大约有12亿的天主教徒, 占世界人口大约17%左右, 我们身处的亚洲,教友占全球人口的比例可为最低, 只有2%左右。 神职人员方面,全球有主教4900多位, 师度41万,修女72万,修士6万, 大约70%集中在欧洲和微洲, 而亚洲则只有10%左右。 地区教会是普世教会的宿营。 地区教会的最高目者是教区主教, 教区主教是由教宗所任命, 在他的地区教会之中, 履行奋斗、圣化和治理天主子民的职务。 地区教会是属于普世教会, 与普世教会保持共用, 变为一体。 好像我们香港教区就是一个地区教会了。 天主教教会在1841年, 已经在香港设立宗座教目区, 在1874年, 教廷将香港升格为宗座代目区, 而直到1946年, 香港再被教廷升格为教区。 香港教区现任主教是汤汉书记, 汤书记是在2009年4月15日, 开始出任为香港教区第七任教区主教, 2012年2月18日, 汤汉主教在梵帝江或前任教宗本督十六世, 作声为书记, 成为教会历史上第七位华人书记。 值得大家注意的, 就是汤书记的穆徽。 汤书记穆徽当中的维多利亚港, 是代表香港心, 而万里长城就象征中国情。 穆徽中的甲子, 象征圣神, 显示福全使命感, 而圣神的姿态, 则展示扎根本地, 空懷世界。 汤书记穆徽的格言, 是主为我目, 而为期望能报母羡慕基督, 做个好目者, 好仆人, 促使教会一体, 人类一家能早日实现, 你说多有意思呢? 汤书记勞列出香港教区, 当前最重要的四项牧民关注工作, 以至续为福全事工, 推动神父以及修女的圣召, 加强对外籍教友的牧羊, 在中国教会与普世教会之间, 负起桥梁教会的使命, 而我们作为教友, 当然都要出一分力的。 香港教区现有一位荣优主教, 就是陈日均书记, 陈书记于2002年9月23日, 至2009年4月15日, 出任为香港教区主教, 我们有三位副主教, 协助汤书记牧养香港教区, 他们就是杨明章副主教, 陈志明副主教, 以及林明副主教, 我们还有三百多位的师徒, 十八位终身执事, 七十五位修事, 以及大约五百位的修女, 为香港教区服务, 他们分别是隶属香港教区, 以及四十七个不同的修会全体, 而本港三百多位师徒之中, 隶属香港教区的是有六十九位, 其余则隶属不同的修会和全教会, 教区内的师徒, 分担主教所履行的中途使命, 即是宣讲圣言, 私行圣事, 建设教友团体, 以及为全体天主指民, 和社会大众服务。 我们香港, 有十九个男修会, 以及全教会, 也都有二十八个女修会, 每一个修会, 以及全教会, 都有自己的神恩和服务, 好像福存,教育, 医疗等等。 我们经常接触到的男修会, 有耶稣会, 方济会, 鲍斯高池又修会, 雷修会方面, 即是有耶稣保血雷修会, 加勒萨仁爱雷修会, 沙尔德, 圣保禄雷修会等, 都是我们经常接触到的修女团体。 教友人数方面, 未计2013年领洗的人数, 香港教区大约有三十六万八千位教友, 还有居港的其他国籍教友, 人数大约有十八万人, 当中包括了十四万的菲律宾籍教友, 以及大约四万名是来自印尼, 韩国, 日本, 印度, 法国, 以及德国等国家的教友。 2013年成人新领洗人数, 就有三千五百五十三人, 当然, 包括你在内。 所以, 现时香港教区最新的教友总人数, 约为三十七万一千五百人。 我们香港天主教会的职务, 可分为牧民、教育、社会服务, 以及传播四大类。 首先, 介绍一下牧民方面的工作。 教区的牧民服务, 主要是由堂区, 以及教区机构负责。 堂区牧民方面, 现时香港教区, 根据地域, 将香港, 九龙, 以及新界, 划分为五十一个堂区。 而每个堂区, 也都成立了堂区议会, 或者是堂区牧民议会, 由堂区的神父, 以及教友, 共同商议, 策划, 以及推动堂区各项的工作。 此外, 教区, 也都将全港堂区, 和培训礼仪服务人员的教区礼仪委员会等, 都一起承担教区的牧民服务。 香港教区, 也都提供庞大的教育服务。 我们天主教学校的宗旨, 以及办学理念, 是助于为学生提供德智体群美, 以及灵性方面的传人教育, 教会鼓励, 以及培育学生, 发扬福音精神, 以及基督信仰的价值观, 只能成为人类社会的酵母, 拓展天主的神国。 目前, 香港有接近273间天主教中小学, 幼稚园, 以及各类教育机构, 分别由教区, 男女修会, 以及香港名爱主办, 就读学生接近18万, 而公教学生约有16000人。 社会服务方面, 香港名爱是香港天主教教会的社会服务机构, 名爱的前身是天主教社会福利会, 是1953年7月所创立, 直到1961年10月, 则定名为香港名爱。 香港名爱成立的目的, 是为贫富大众提供救济, 以及福康等服务。 今日的名爱拥有5300多名同工, 以及超过1万名的义工, 透过275个服务单位, 困佈香港140多个地点, 为市民提供多元化的服务, 包括家庭服务, 教育服务, 老人服务, 社区服务, 康复服务, 医疗服务, 以及接待服务等等。 香港天主教会, 除了名爱之外, 还有不同的男女收会, 也提供医院, 老人院, 护养院等各种类型的社会服务, 好像人爱之家, 清了, 关爱之家等等, 相信大家都不会陌生。 我们的教会, 也都十分关注社会上, 涉及正义, 和平, 经济, 以及民生的问题, 我们特别关心弱势社群的处境。 香港教区, 在1977年, 就成立了香港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, 在1991年, 就成立了香港天主教务工事务委员会, 更于1999年, 成立唐区关社支援小组, 而推动教友积极参与关社行动。 大众传播事工方面, 我们香港天主教会出版两份周刊, 分别为中英文公教部, 香港天主教会, 也都创立了公教真理学会, 负责书籍出版的工作, 而天主教社会传播处, 教区视听中心, 以及其他与传播事业有关的教区, 组织, 都分别以不同的媒介, 进行传播福音, 以及文化交流的工作。 普世教会, 公布二十周年的纪念日, 前任教宗本督十六世, 在信德之门, 忠座首遇分事我们, 信德年, 是一项邀请, 召集我们革新悔改, 回归世界唯一的救主, 住基督, 借着死亡, 以及复活的豪迹, 天主向我们启示了圆满的爱, 这一份爱, 使我们得救, 这一份爱, 照叫我们, 借着罪赦, 而悔改。 汤书记, 在他的信德年木銜之中, 亦都鼓励教友, 在信德年, 要进行新福全, 而所谓新福全, 即是对内, 要向自己再福全, 对外, 则把信仰, 传递给予其他人, 而教友, 更要重温凡义文献, 以及天主教教理, 要勤读圣经, 多作祈祷, 热心功领盛事, 深化自己的信仰, 以身作执, 将信仰带给尚未认识, 主耶稣基督的人, 更希望能够将教会内, 疏离信仰生活的兄弟姐妹, 引领返回教会大家庭, 大家身为香港天主教会的成员, 就一定要认识属于大家的香港天主教教友总会, 香港天主教教友总会, 是在1959年, 由当时的教区主教白英旗主教成立, 我们可以看到, 教友总会的会辉, 是以其英文名称HKCCCL, 构成一个十字架, 而右边背景, 所欠缺的部分, 就标志着教友, 将以不同的身份, 为基督的身体教会, 补充基督的苦难, 所欠缺的, 而教友总会, 顾名思义, 是所有教友的总会, 是属于我们每一位教友的, 教友总会, 关心教友的信仰成长, 以及生活见证, 在福存, 和培育事工上, 为教友们提供支援, 更与总特区, 堂区, 和教区性的善会, 有着合作伙伴的关系。 我们要谨记, 教友是有责任, 以不同方式, 去履行基督徒的使命, 当中包括传阳福音, 信仰培育, 灵修, 生活见证, 服务教会, 关心社会等等。 我们更加要明白, 信仰是一个旅程, 而培育更加是一生不断的, 所以, 教友在灵洗之后, 要继续深化与天主的关系, 也都要持续作信仰上的培育, 无使自己能够成为日趋成熟的基督徒, 充分离行施制, 先知以及君王的三重职务。 各位, 圣神致与信徒不同的神恩, 包括各种属灵以及各方面的才智, 使我们能够各自发挥所长, 去建树教会, 造福人群。 我们每一位教友, 都要时刻履行教友的职务, 在堂区, 在各自的生活环境之中, 善用自己的神恩, 按照福音的精神, 去宣扬基督的救恩, 以及天国的喜讯, 使天主的神国, 淋焉于现世。 让我们大家紧记, 教会事业乐家。